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云赫三赖博的图传连接使用教程 1.下载ZYPlay 云赫三赖博的图传系统需配合手机端的APP ZYPlay方能使用 您可直接扫描左侧二维码下载ZYPlay 也可以直接在手机应用商店中搜索ZYPlay进行下载 2.相机设置 索尼相机 请在菜单中找到USB连接 选择电脑控制模式 在电脑遥控设置菜单中将静态影像保存目的地设置为电脑加拍摄装置 A723还需要将使用智能手机控制关闭 请在菜单中找到USB连接 选择电脑控制模式 在电脑遥控设置菜单中将静态影像保存目的地设置为电脑加拍摄装置 Lumix相机 请在USB模式中设置为PC Tether模式 加冷相机 选择电脑控制模式 相机HDMI真屏设置为59.94P或者23.98P 以康相机 使用拖传时 相机设置需要在实时预览模式 三 连接相机连接线 先将相机装置稳定器上 将HDMI摄取线与稳定器相连 确认相机控制线以正确连接 注意 根据相机的型号 找到适配的数据线进行连接 四 装置手机 配合使用零甲罐持手机夹 您可以更方便地将手机挂载在稳定器上 并能够方便地调整手机屏幕视角 五 等待连接 安装完连接线将稳定器调平 启动稳定器 打开相机 等待稳定器与相机连接 六 连接稳定器蓝牙 在菜单About里面 查看稳定器蓝牙名称 打开手机蓝牙和WiFi 打开ZewaPlay应用 点击连接设备 选择连接对应蓝牙名称的稳定器即可 七 连接稳定器WiFi 进入App之后 点击WiFi图标 根据提示 连接稳定器WiFi 初始默认密码为12345678 点击图传连接图标 即可查看稳定器图传 注意 如有连接不上的情况 您需在手机设置中 找到ZewaPlay 选择允许使用蜂窝移动数据 连接成功 您就可以使用手机 作为图传工具 以及控制相机和稳定器 您可以在ZewaPlay中 选择最右边 我的图标 然后选择教程 在此处您可以观看到 更多关于 智云稳定器的教程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